由郭富城拱立主演的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从宣传制出就备受期待 而随着唐僧特辑猪八戒特辑的相近预热 影片关注度直线上升 而近日呢由郭富城饰演的孙悟空特辑也新鲜出炉了 要说郭富城啊那真是拼啊 年届五十能接到孙悟空这个角色 郭富城坦言这是身为一个演员的荣幸 而对于粉丝而言拼命三郎 郭富城塑造一个全新的孙悟空 这或许也是影迷的福气 要说孙悟空这个角色 早前他人饰演过的就有千千万 但无一例外都败给了鼻祖六小灵童 而在截眼之初 郭富城的目标就很明确 超越经典固然是塑造这个角色要过的门槛之一 但更为重要的是 如何将被视为东方英雄的孙悟空这个角色发扬光大 我打造这一次孙悟空 可能用了我三十年的跳舞的根底 然后也加了二十年的一些在电影上面实施到的武术 身形武学的造诣究竟有没有为这个角色加分 要等影片上映才能知晓 而从毛发到五官 由奥斯卡最佳特效化妆奖得主 肖恩塑造的外形可圈可点 但对这个造型 郭富城也直言吃足苦痛 不止每天化妆需要七小时 光是孙悟空一个镜头的文系 彪悍程度如他所言 就像是跳了一支舞 更何况孙悟空这个能投音价物 善用七十二遍的角色 绝对是片中的舞系担当 不仅反复加强训练 郭富城对自我的可可要求 也已经达到了从音以来的极致 正如郭富城所言 猴年这个美猴王 必定会让您眼前一亮 行轮在线编辑报道